之前也参的燕麦杯大家有试过了吗 上一次我真的是被那一杯燕麦杯给惊艳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复刻一次燕麦杯的做法给大家看 希望大家真的去尝试一下 因为它的营养非常的好 它比我们平常直接加热水冲泡或者是用煮的 都还营养非常好 因为它会在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它会慢慢的会有一些发酵的作用 我们现在都知道发酵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对身体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燕麦杯也非常的营养 它也是微蜜的那些模特儿非常非常喜欢的早餐 我们今天就开始来做一个燕麦杯 我们今天会用一个比较大的 其实就是家里的咖啡下壶来做燕麦杯 这样子可以其实是完全可以早上起来做全家的一个分享 然后会有马修的优格 我觉得它优格比较方便的就是 如果你家里没有这种整罐的蜂蜜的话 因为它的优格是有配一个 刚好有配一点点的果酱 这个果酱其实放在里面的时候也非常的提味 它会在里面有一些酸酸甜甜的味道 然后就是起鸭子 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营养 然后它也可以帮助你排出身体不要的毒素 清肠味的 然后现在当季的当然就是最美丽的草莓 你也可以加蓝莓 或者是任何其他你喜欢的什么把辣这些都可以 然后我觉得燕麦杯里面一定不能缺少的就是香蕉 这个刚好也是香蕉的产剂了非常的多 好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先用燕麦 因为燕麦杯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燕麦 我是觉得平常的话 你燕麦买的粗一点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它会在里面发酵之后 它的口感其实是超乎你想象的绵密的 所以它不会有那种颗粒或者是那种粗粗的感觉 你完全不用担心说它的口感不会太好 因为它需要一点点发酵的反应 所以我们需要加一点牛奶 给它稍微搅拌一下 你可以加牛奶也可以加豆奶 或者是你喜欢的一些口味的 比如说椰子汁 这些都可以燕麦奶 建议是奶或者是水都不要加太多 就是让它会刚好湿润的状态就好了 不要让它就是有很多的汤汁在下面 然后这个时候第一层燕麦我们就先把它铺好了 燕麦是非常有饱足感的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口感 其实你做一次之后你就知道说 你大概会需要多少燕麦在里面 然后我们来切香蕉 我觉得燕麦的上面就要放香蕉了 拿出我们多样屋的 耐吃刀 这个真的是切水果的好帮手 你可以在上面给它铺满一层 我们在野餐的时候我吃到的 燕麦杯非常的 惊艳的部分其实就是 香蕉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它加在里面对燕麦的口感和风味都是有非常大的提升 好 我们这一层可以先这样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撒入 奇牙籽 奇牙籽其实如果你每天要单吃的话 其实建议是要加一点水 加一点热水给它搅拌一下再吃 但是因为我们接下来会铺 优格 优格里面多少会有一些水分在里面 所以 我们 就不用再加水了 然后这里面所有的东西其实都非常的营养 燕麦 奇牙籽 香蕉 加上优格 优格也是非常的 这样的 剩下一点点我们把它都下了吧 接下来就是优格上面刚好马修会配一罐 酸酸甜甜的果酱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它是莓果的 这个莓果是莓果口味的 他还有梅子 一些别的口味 我们再来 一点香蕉 最后就在上面放一些草莓 或者是蓝莓 也可以 或者是你有把辣也可以 因为现在刚好是 草莓剂 所以我们就来用切草莓的 烟麦负责营养 然后水果可以负责口感 再一个 就好了 燕麥杯就做好了 可以看到它的 層次其实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水果其实放在里面除了补充回生素 C以外呢其实就是一个让燕麦的口感会更好的 一个调味瓶 这样就是非常丰富的一餐了 我们现在需要把它放到冰箱 你要记得你在前一天晚上把它做好之后 就放到冰箱冷藏一天 第二天早上就是 非常好吃的燕麦杯早餐 我们现在把它拿去冰箱了